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 欢迎参加今天太极门1219事件平反14周年全民开讲 我是主持人肯尼 我们今天论坛的主题是 政府是刀煮、人民不是鱼肉 我们邀请了两位年轻人 以太极门冤错假案为例 分享他们对于台湾法税改革的忧虑以及建议 在邀请他们分享之前 我想先邀请大家看一段真相大解密的男人包 请看 事件起人于1996年 侯宽人检察官带着大批警调 违法搜索太极门 太极门是古老的气功无数小型门派 欢迎李公英20事流关系的名门剑牌 侯宽人在查不到任何犯罪事实 就以一把弟子在南投异品店买的桃木剑 呼指为养小鬼的证物 甚至说是利用怪力乱神来练才 It's all rubbish come on 节目主持人李斯端问侯宽人 你凭什么来断定有犯罪嫌疑 侯宽人说 我在他眼神中看到散过意识 用眼神来办 家伙 成为司法史上最荒谬的起诉书 侯宽人除了积压起诉掌门人外 也对媒体散布布实消息 毁损迷运 并且冻结掌门人所有财产 达身无分文 侯宽人更滥用权力发文全国县市政府 命令解散太极门 并威胁恐恶 第一共受积压的师徒 哇这时代太强诡了吧 侯宽人起诉内容 屋子弟子拜师时 赠予师父的禁私礼 是诈欺所得 并且要求法院没收 禁私礼 What's that? 禁私礼是 这干恩师父愿意 show to的心意 是遵使中道的标签 其兴趣如同婚礼 或封年过节给父母的红包 其叔叔既然认定禁私礼是诈欺 要没收 就不该课税 但在案件未查明真相前 国税局竟然开出违法的税单 让太极门面临司法与税法的双重迫害 给钱给钱 历经十年七个月 在2007年 司法终于判决无罪确定 还给太极门清白 也认定弟子的禁私礼是正与性质 属于免税所得 而且无任何盈利贩售的行为 根本没有任何客税问题 造无辜积压的仕途均获得国家孕育赔偿 揭调与更调查指出 活宽人检察官有八大违法 税圈机关有七大违法 虽然国家证明了太极门是冤案 国税局官员曾公开表示 法院的不算数啦 国税局这么大道 将近20年不论太极门弟子提出 上万份的正与书证 都证明禁私礼是正与 教育部也正式表示 太极门不是补习班 总统府及武院也关注到此冤案 但国税局却不愿意面对真相 看不见看不见 财政部长张胜和当年任职 台北国税局局长时 把正与的证据隐医起来 伪造文书 谎报调查结果 欺骗国人 2012年国税局公告调查结果 再一次证明禁私礼是正与 国税局也终于承认 太极门不是补习班 但国税局却还是继续对掌门人磕睡 就是要给我钱 OMG 这时代太超过了吧 那不就拜拜 红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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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被磕睡咯 所以不论任何说法 国税局就是要你 互出钱 这么没人性的压榨人民 跟强盗有何不同 从太极门案可一挥 不法检察官的滥权 国税局的无理八道 并凌驾义府五宴之上 但因此冤案 社会上开始关注 不税人群的人越来越多 缴税是人民依法的义务 但不该缴税也不该强迫人民用 据调查 台湾每年都有几百万欠税欠废案件 平均每四户就会有三户 看似平静民主的台湾 背后有多少税灾物暗夜枯记 无处可生呢 真相只有一个 详情请上WPN世界民报网站 www.worldpeoplenews.com 我想从影片当中 大家都可以很清楚知道 侯宽人检察官荒诞不时的起诉书 其实被监察员认定有八大违法 而税军机关也被认定有七大违法 但是国税局以及行政执行署 劝命于太极门经过十年三个月的司法三审定验 无罪、无税、无诈期、无违反税捐基增法的事实 25年来持续违法开立税单 并强行拍卖太极门的土地 在此同时 台湾每年竟然有高达数百万件的欠废 欠税案件等待执行 在在都凸显了台湾在赴税人权上的不公益 对于台湾这个向来以民主、自由、人权、自豪的台湾而言 实在是非常讽刺 接下来让我们来邀请第一位今天的语谈人 同时也是一位大学生的好好 来分享他对于太极门冤错假案的感想 让我们欢迎好好 大家好 我从小就跟着父母来太极门练功 我感受到师兄师姐都是以正向欢喜的态度来对待彼此 所以我认为这里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我也常常得到师兄姐对我的帮助 大家都是以一颗真心来帮我 让我在如何与人相处这方面学到很多 可是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却发生了一件很离谱的事 就是民国85年轰动一时的太极门事件 你们知道吗 到现在25年了 太极门的税案还没有解决 明明96年7月13日 最高法院判决确定太极门无罪、无欠税 但国税局不但不理会法院的判决 反而继续对太极门发出违法的税单 2010年6月17日 立法院公听会上 财政部公开同意在两个月内解决太极门税案 却违背承诺 至今仍未解决 更离谱的还在2020年8月21日 太极门修行圣地被拍卖并收归国有 明明是无中生有的税务案件 为何可以假税单争抢钱 太极门的税案也比我出生还要久 超过了25年 请问蔡总统还要等多久 才会还给我们太极门师徒清白 最后我认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 就像蜜蜂与花朵 蜜蜂整个身体进入花朵内部采蜜 采花粉 也不会伤到花瓣 蜜蜂采蜜帮蝴蝶授粉 这是一个双方互利的行为 所以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 就像是蜜蜂和花朵 国家要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不要在选后就不在乎人民的感受 若人民遭到遗忘 显然是政府放弃 他们必须依靠人民存活 政府必须意识到爱心良心跟信任 是自己赖以生存的三大支柱 如果不是这样 他们恐怕会马上面临崩溃的局面 希望蔡总统能还给年轻人真正健全的台湾税务体制 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好好的分享 相信您可以理解 好好作为一个大学生 以及有为的青年 在太极门这个古老气功武术门派 强生健体 修养生性 所获得的身心灵的改善 以及年轻人对于台湾法税改革中心的期待 我们呼吁蔡总统以及政府 拿出魄力以及决心 立即平反太极门冤错假案 并落实法税改革 让台湾可以实现真正的民主 自由 人权 以及一个光明的未来 接下来我想邀请大家观赏 去年7月26日所举办的反造假大游行 以及前立法委员罗素雷女士 一段语重心长的感想 请看 以我们这么优秀的团体 以我们这么热爱台湾 热爱世界的团体 都受你财政部 受你国税局 受你这些不良的事务人员的欺压 那其他的老百姓呢 其他的老百姓呢 其实太极门很多弟子也跟我讲 他说我们今天 不是只有纯粹为太极门站出来 我们是为了哪些 为了是躲在很多黑暗的角落 那些弱小团体 还有一些弱势的老百姓们 被你欺压 我称为这些人叫什么 叫税奴啊 税的奴隶啊 你这样看六年 已经五年平安了 那当初开了那个税务人员 要不要负责任 要不要储啊 要不要开除 拿的是我们纳税义务人的钱 拿的是我们一分一秒 辛辛苦苦赚出的钱 我们养这样的税务人员 难道我们当老板的 不能把它开除掉吗 呼吁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我们呼吁我们现在的立法委员 要拿出勇气 要拿出破裂起来 继续来 就是我当年 没有完成的 税务人员的退场机制 应该要继续把它怎样 执行下去 大家说好不好呢 好 谢谢 谢谢 我想整如影片当中 罗女士所说 我们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 却要一直忍受政府的税暴力 甚至成为税奴 而违法的税务机关 就是始作用者 所以我们必须站出来 呼吁政府法税改革 刻不容缓 违法的税务官员 也应该立即下台 并接受法律的制裁 接下来我们来邀请第二位的语谈人 小玄来分享 小玄目前就赌于护砖五年级 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年轻人 那我们欢迎小玄 大家好 我今年19岁 我也是太极门弟子 我爷爷 奶奶 外公外婆 爸爸妈妈和哥哥都在太极门练功 我们都练得快乐又健康 我现在是护砖五年级的学生 我们的教育训练不断的耳提灭命 要给病人打针 及吃药时都要非常精神小心 你弄错了就会害人伤命 就如果税居税务员 如果会真实查核 就随便开出税单 会让人家破人亡 在85年轰动一时的太极门事件 你们知道吗 到现在25年了 太极门的税案还没有解决 可是96年7月13日 最高法院判决确定太极门无罪 5000岁 但国序局不理会法院的判决 继续对太极门发出违法税单 2010年6月17日 立法院公听会上 财政部公开通议 两个月内解决太极门税案 却违被承诺至今仍未解决 更离谱还在20208月21日 太极门修行圣地被拍卖并售归国有 明明是无中生有的税单 怎么可以公然抢夺人民财产 官员为什么带头违法不诚实 还一直骗太极门师徒 骗总统 骗立委 骗百姓 难道不用为他们说谎负责吗 还是要让台湾变成了诈骗集团呢 请蔡总统出面解决问题 太极门师徒一席人 已经被这个国家8025年了 小英总统上任就职演说中 您承诺要为年轻人打造一个更好的国家 并提到年轻人的未来是政府的责任 改变年轻人的处境 就是改变国家的处境 一个 国家的年轻人没有未来 这个国家必定没有未来 总统说的恳切 然而我却看到台湾税务乱想 对未来感到茫然与无助 希望政府能创造一个税制完善的国家 换给我们光明的未来 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小玄的分享 正如小玄所期盼的 希望小英总统能看见台湾税制的乱象 并加速改革 还年轻人一个光明的未来 在论坛最后 我想邀请大家 一同来欣赏一首 世界公民享人权的MV 并祈愿台湾早日实现 赴税人权的转型正义 人人享有真正的赴税人权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丽之间 美丽星球 祝这世界有名 日月星辰有回御 传世前后有辰聚 天生万物有权利 自由平等与人权 人财何方何苦涩 人人有权得尊重 生命可贵 自由高 平本法治众人权 生命可良心 几分希望 人人有良心 天下皆开平 人人有快乐 家家皆幸福 守护良心 爱地球 守护人选为何必 天地有爱与和平 世界共鸣相人权 人财何良心 几分希望 人人有希望 人人有良心 天下皆开平 人人有快乐 家家皆幸福 守护良心 几分希望 守护良心 爱地球 守护人选为何必 守护人选为何必 天地有爱与和平 世界共鸣 世界共鸣相人权 人权之上 放生平等 天地人分鸣 站住 遠心 几分想 天地有位 守护人 京都 二 二 二